直到你摸到了 井动脉跳动的地方 这就是井动脉 盛总 小心 放开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都给我吹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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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让我来啊 放下 我搁下去了 放下 全部都往后追 唐老板 不要激动 有话好好说 我跟你吴阿康说 唐老板 别冲动 今天我要是死在你们森卫 所有媒体都会知道 你们瞒也瞒不住 唐老板 你的死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因为森卫所有的行为 都符合法律规定 你要是死了 就根本没有办法了 我一个走投无路的人 还有什么办法 是在人为 人只要活着 就一定还有办法的 对 我做 都是你们逼的 你们必须给我个交代 唐老板 别冲动啊 唐老板 我们森卫尔还需要给你什么交代 来 杉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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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还我要失去一切 你欠债不还 无理取闹 森卫尔绝不会受你要挟 那我真割下去了 我叫死在这儿 明天森卫尔就会上新闻投摆 所有媒体就会关注 你们对官媒于村的开发案 杉卫尔 杉卫尔 前夫所致 别说我的 酒店 你酒店 关媒于村的一个好毛 你都动不了 你有什么事 我是来找人的 对不起 森卫尔现在不接受来访 关媒酒店的汤顺明是不是来这里了 我是来找他的 他是我叔叔 汤顺明 汤顺明 你以为这样就会受人关注吗 告诉我 不会的 就算新闻播报了你的自杀事件 也只不过是一时谈资 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那我也要你受到良心的谴责 让三万有阴染上我的鲜血背负 道德的瑕疵 好啊 伤痛 既然你想死 那就死吧 你 别后悔 我这就死跟你干 不过我要告诉你 你现在对准的不是颈动脉 如果割错了位置 你不断死不了 而且会造成器官堵塞 更加痛苦 如果你割得不够深 你会因为大脑短时间内供养不足 而变成植物人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如果割对了位置 你的血液会在短时间内迸发到两米高 在短短五分钟之内流进 迅速成为一具干尸 你别吓唬我啊 不得不说 汤老板我很佩服 不过 我可以有情地告诉你 颈动脉的位置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可以根据我的手指 按照我的方式 向左移动两公分 直到你摸到了 颈动脉跳动的地方 这就是颈动脉 向左移动脉 向左移动脉 小心 放开我 放开我 用自己的生命去威胁别人 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我放开我 谢谢 我觉得家某属 嗟 rem 我们得来 吃 点 生命 Altyaz bigger 我 弃